大家好,我是Alex 這枝Sony 70-200 四光圈 先前推出了 我亦很建議大家買這枝 如果用不到 2.8 的話 你會覺得 2.8 比較重 而且它本身 2.8 內變焦 鏡頭比較長 更新一點,攜帶方面不太好 而這枝是伸縮鏡 就像Canon的小白和小小白 因為Canon G7-200 2.8 和7-200 4 都是伸縮型 攜帶方面比較方便 但有時我覺得 如果拍一些運動 因為變焦時前後伸縮 你覺得長度已經改變了 重心也有尺微改變 所以拍運動方面我覺得不太方便 今天我帶了兩枝鏡 這枝是70-200 8的GM2 即是第二代 而這枝70-200 4 這枝鏡也是二代 這枝是Mk2 兩枝Mk2 主要大家分別都拍過 但同一時間拍的質素如何呢 我自己用過 對焦方面 我發覺兩枝分別不大 好像差不多 但剛才說過了 你收起來之後 這枝原裝是這麼大枝 而這枝縮短了 袋子都方便一點 不用這麼大一個袋 重量方面 當然這枝輕一點 這枝要重一點 重量方面有些分別 但不是大得很緊要那種 始終小枝是輕一點 這枝大枝是重一點 我會用最常用的焦段 因為這枝是70-200 兩枝是70-200 我用70、135和200 我亦都會將每枝鏡開盡光圈 這個是4 這個是2.8 2.8我都會再拍一張收到4 大家4的時候又怎樣呢 接著用一個8光圈 大家常用的8光圈 通常都是最好質素 亦都會再拍一個16光圈 偶爾會用到拍一些聲亡 或者沒有ND鏡的情況下 我們要用這個慢塊門 16其實質素一定不太好 但你都想去看 大家4光圈的16 這個4光圈的鏡 和2.8鏡的16又會怎樣呢 現在我慢慢試一下 拍一張 reminded 碎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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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